被首富领养的第二年,养母怀孕了 她担心我跟未出世的弟弟争夺继承权 故意带我到陡峭的山路上飙车 只等害死我就能拿到巨额赔偿 我极力反抗 在最后一刻拉着她一起跌下悬崖 再睁眼,我和养母都重生到了领养那天 她欣喜若狂,拦下首富朝我伸出的手 明年我一定会怀孕,你就等着抱儿子吧 我吃笑出生 首富命里五子四,是我命里有手足 这一次,她能怀上,算我输 一 院长领着一对光鲜亮丽的夫妻走进门 孩子们都伸长了脖子,期望自己能被选中 只因这是周氏科技的创始人周云海 整个F是最有钱的人 和前世一样,周云海扫尸一圈 最终蹲下身子,朝我伸出手 你叫苏苏是吗?今年几岁了? 我丝毫不怕生,嗓音清脆 叔叔你好,我十二岁,已经读五年级了 好伶俐的小姑娘 周云海对我十分满意,笑得脸上都是褶子 娜苏苏,你想不想跟叔叔回家住大房子 穿新衣服呀 我刚要回答,就被一道尖利交集的女生打断 不行,我不同意 云海,我们绝对不能收养她 周云海的妻子李敏青,也是前世害死我的人 上辈子的这一天,我成功被他们收养 周云海年过半百,但膝下无子 我从此成了首富唯一的女儿 旁人都羡慕我的好命 我也确实过了一段衣食富足的日子 但第二年,我的养母李敏青怀孕了 她坚信肚子里一定是个男孩 害怕我长大后跟弟弟争夺继承权 越发认为我的存在多余 她不仅脾气上来对我动辄打骂 这个狠毒的女人 竟偷偷给我买了巨额人身意外险 然后脸哄带骗,载着我到陡峭的山路上飙车 那天她对我格外温柔 我毫无防备,喝下了她递给我的饮料 意识清醒,但浑身绵软无力 李敏青一路把我拖到山顶 风声烈烈,她披头散发 面容扭曲,活脱脱一个女疯子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际深远 别怪我,苏苏 我费尽心机才嫁给周云海 只有你死了 我儿子才是周氏科技唯一的继承人 恐惧与愤怒交织,我极力反抗 终于在最后一刻,拉着她一起跌下悬崖 二,前世,李敏青虽然不情愿 但也不敢反对周云海的决定 此刻她看向我的眼神,恨意滔天 恨不得下一秒就冲上来将我碎尸万段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她也重生了 我看这个苏苏也没什么特别的忙 而且她都十多岁了 领回家也不容易跟我们培养感情啊 李敏青摇晃着周云海的胳膊,软声撒娇 老公,你再考虑考虑吧 周云海面露蓝色,本来也不着急 但我前几天找大师算了一挂 我在今年有个结束,与贵人可化险为夷 大师说啊,我的贵人就在这家福利院 李敏青瞥了我一眼,轻蔑道 贵人,就凭这个义务所有的小孩 他也配,院长及时开口 夫人有所不知 苏苏是我们这里运气最好的孩子 说来也齐,本来我们福利院穷得揭不开锅 自从三年前她被送过来 好多明星和企业家都争先恐后的捐款呢 巧合罢了,李敏青不屑一顾 她要是真的运气好 怎么三年了还没被人收养 院长张了张嘴想替我解释 我轻轻摇头制止了她 不止李敏青不愿意,重来一次 我也不愿再陷入豪门内斗 被蛇心心肠的养母暗害 李敏青还在不依不饶地抹黑我 云海,你是不知道上辈子 周云海眉头一皱,什么 李敏青是回想起了上辈子 他们正式收养我没多久 一向谨慎的周云海,久后驾驶出了车祸 紧接着,周氏科技遭遇了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 那段时间,周云海头上缠着绷带处理各项事物 忙得脚步粘地 李敏青本就看不惯我这个养女 趁机给她吹枕边风 老公,你想想,好像自从苏苏来到我们家 你就厄运不断,你确定她是所谓的贵人 而不是个扫把星 周云海不由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 一二对我的态度渐渐冷淡 一年后,怀着孕的李敏青带我到山顶叼车 他并不是一无所知 但他装萌作哑,没有阻止 不过是想借刀杀人,并不学认地除掉我罢了 三,可大师说 周云海仍然犹豫不决 现在是科学时代,依我看 那大师就是个骗子 而且,李敏青心一横,凑到他耳边低声说 领养得终究比不过亲生的 我心得了一个生子秘方,绝对有效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你给我一年时间,我不仅能怀上 还能一举得难呢 周云海被他说动,行,那我就信你一回 这一事,在李敏青的奋力阻挠下 我无缘首富养女 看着他们相邪离去说说笑笑的背影 我冷笑了一声 周云海已经年过半百,前前后后娶了四任妻子 各种手段都是了,就是没一个能生的 天真如李敏青,自以为重生后拿到了人生剧本 有了未卜先知的能力 该怎么告诉他,周云海才运亨通 然而子虽元旦,他命离本无子嗣 今生我和周云海并非妇女关系 李敏青还信誓旦旦一年怀儿子 恕我直言,再给他十年也怀不上 那天临走前,李敏青趁没人注意 负在我耳边说 你毁了我的一切,作为回报 我会让你这辈子都待在福利院,别想出去 他记恨我把他拖下悬崖 和豪门美梦失之交臂 为了报复我,他在豪门圈子大肆造谣 说蓝山福利院有个叫苏苏的小女孩 会吸走身边人的运气,谁领养了,他谁倒霉 过去三年来,不少有钱夫妻都想领养我 我在福利院的人员不错 大家都想沾沾我的好运气 李敏青这么一闹,我开始被同伴排挤 有钱人格外看重风水玄学 他们来福利院挑孩子时 竟然专门嘱咐说 那个扫百姓就不用看了,晦气 善良的院长安慰我 别听他们瞎说,我们苏苏长得漂亮 嘴又甜,就算没人领养,也能过得很好 但我不生气也不着急,笑意应道 院长妈妈,我在等人 很快,我等的人来了 四,首富周云海家的司机和保姆 一看便知家庭条件捉襟见肘 其他孩子都躲得远远的 只有我,乖巧地向他们问好 临时夫妻感动不已,当即决定收养我 当我以保姆养女的身份来到周家别墅 不出所料,见到了李敏青大惊失色的脸 苏苏,你怎么会在这儿 李母拱着腰介绍,夫人 苏苏是我和老林新收养的女儿 她年纪小,转学手续还没办好 这段时间可能要跟在我身边 您放心,我一定会管好她 我笑容甜甜,周先生好 夫人好 周云海惊讶了一瞬,笑呵呵道 看来我们和苏苏还真是有缘啊 李敏青却仿佛被扼住后颈 妆容精致的脸变得扭曲 简直是阴魂不散 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周家 看到她惊慌发怒的样子 我心里一阵畅快 李敏青,你也会怕呀 午夜梦回 你是否会梦到悬崖边哭着求饶的小女孩 周云海注意到妻子的异常 眉头紧锁 敏青,你怎么了 李敏青勉强露出笑意 没,没事 这对表面贫穷,依靠周家过活的夫妻 其实是青圈太子爷顾凌晨被拐钱的亲生父母 进入周家只是第一步 既然上天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那我一定让害死我的人血债血场 眼下,李敏青眼珠子一转 似是突然想通了 他对我一指气使 既然你是林姐的女儿 那就也是周家的仆人 李英帮他一起干活 去,先把玻璃擦了去 李母迈着小碎布,讨好的笑 夫人,我来吧 他才12岁 李敏青冷冷地瞥他一眼 我们家可不养闲人 不干活就让他滚 您说的对 我抢过林母手里的抹布 手脚利落地擦起了玻璃 李敏青哼笑道 然后把我换下来的脏衣服给洗了 我那些衣服贵得很,只能手洗 我悄悄捏了捏林母的手 让她无需担心 前世,我虽然名义上是周云海的养女 但她对我不闻不问 李敏青更是丝毫不把我放在眼里 不准我上学,还把我当仆人使唤 冬天冷水刺骨 我洗衣服洗得满手都是洞窗 林母看不下去,偷偷帮我干活 李敏青发现后大发雷霆 直接把这对兢兢业业的夫妻给解雇了 那时,她一心对付我 对娱乐新闻关注得少之又少 自然也不知道,林氏夫妇可大有来头 如果我没记错,离开周家的第二年 他们就跟顾凌晨相认 成了京圈顾家的座上宾 而我要做的,就是从中赶悬 把相认的时间提前 5.最近,李敏青过得并不如意 她千叮零万嘱咐 让周云海不要酒驾 甚至专门给她换了个从业十年的专业司机 但周云海还是出了车祸 司机疲劳驾驶 和一辆在满货物的大卡车迎面相撞 周云海受的伤比上次严重多了 她头部受到重击 迟迟昏迷不醒 当晚,傅贤在家的林妇逛街无聊 随手买了张彩票 结果中了20万 她高兴坏了 到其我转了个圈 传闻都是假的 苏苏是我们家的复兴才对 她还坚定不移地认为 周云海的厄运都来源于我呢 我扶在地上做出害怕懵懂的模样 夫人,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我和周先生根本没见过几面 更别提害她了 倒霉玩意儿 林敏青重重一脚踹在我身上 发泄完情绪 踩着高跟鞋上楼了 林母外出买菜回来 看到我胳膊上青子的掐痕 直掉眼泪 妈没用 25年前保护不了你哥哥 害她被人贩子拐走 如今连你都维护不了 等你爸的店稳定下来 妈就辞职带你走 妈妈,我没事 我为她开去眼角的泪 直奔主题 如果我知道哥哥在哪里 有什么信物能和他相认吗 林母想了想,低头 摘下颈尖的项链 这个平安锁 是我怀你哥哥的时候 你爸亲自设计的样式 找银匠打造了两个 一个给我 另一个一模一样的 待在你哥哥身上 我点点头 我很小的时候 遇到过一个算命师傅 他说我八字旺父母 命里有手足 交给我吧,妈妈 我一定会帮你们找到哥哥 25年前 顾凌晨被拐卖的第二天活救 警察把他安置在蓝山福利院 北京圈大佬选中领养钱 是院长照顾的他 即使顾凌晨 现在已经成了顾氏的掌权人 也依旧会抽空去看望院长 而我只需要把平安锁和灵妇的 几根头发寄给院长 请他转交给顾凌晨 一切自会明了 6.周云海在不省人事半个月后 终于苏醒 等待他的 是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 商场如战场 周氏和顾氏针锋相对了几十年 始终是周氏更胜一筹 牢牢霸占着首富的位置 这次车祸给了顾氏程序而入的契机 周氏集团内部动荡 惶惶不安 顾凌晨暗中运作 高薪挖走了一批骨干人员 周氏股票大跌 上辈子 周云海只昏迷了一天 所以有解决问题 力挽狂澜的机会 如今 他听了李敏青的话没有收养我 蝴蝶震动翅膀 引起山崩海啸 木已成舟 可有他忙的了 与他相比 顾凌晨则显得游刃有余 他举办了一场慈善晚宴 成邀各界名流参加 琴铁送到周家 李敏青正在敷面膜 我们跟顾时时对家 紧要关头办宴会 顾凌晨怕是没安好心 周云海刚从医院复查回来 已在沙发上翻看一大文件 小眼睛里闪着极恨的光 杨武杨威呢这是 不去 说着 他烦躁地抓了把脑门上吸收的头发 杨手要把那张薄薄的琴铁撕碎泻粉 我在一旁擦柜子 听到动静走过来 周先生 顾凌晨邀请的是我的爸爸妈妈 不是你们 周云海哈哈大笑 苏苏 顾凌晨可是京圈赫赫有名的太子爷 而你妈妈只是我们家的保姆 李敏青面露不屑 有着做梦的功夫 柜子都擦两遍了 林母扯扯我的袖子 是啊苏苏 我们和顾凌晨扒杆子打不着 我指着那份情帖 为什么不打开看看呢 李敏青一边拆开 一边嘲笑我 打开又能怎样 我看你脑子多少有点不正常 低贱的保姆女儿 竟然妄想攀上顾凌晨这个高枝 也不撒泡尿看看 她没说完的话卡在了嗓子眼 鼠民拉兰 清清楚楚地写着林志阳夫妇 包括李敏青在内 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更匪夷所思的还在后头 窗外忽然响起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 李敏青小跑着推开门往外看 黑色劳斯莱斯里 下来一个修长挺拔的背影 西装革履 面容冷俊 浑身上下散发着生人物尽的金贵气息 不是顾凌晨还是谁 周云海明显吃了一惊 她勉强维持着体面 顾总突然来访 林姐还不快去倒茶 不必 顾凌晨神色冷淡 冒昧打扰 我是来接他们去参加晚宴的 接 接谁 民夫人口中低贱的保姆一家 气 亲子坚定的结果一出来 顾凌晨就停掉手头上所有工作 紧急召开了这场慈善晚宴 一是向公众宣布她终于找到了亲生父母 二是借此机会为蓝山福利院募捐 帮助更多无家可归的孩子 偌大的车厢内 一家人喜极而弃 林太太抱住顾凌晨不松手 眼睛红得像只兔子 顾凌晨轻叹一声 爸 妈 院长说你们从来没有放弃寻找我 甚至不惜散尽家财 我真的很感动 我已经在市中心给你们买了一栋别墅 保姆管家都配备好了 你们今天就可以搬过去 这是一张无限额黑卡 就当是我对你们养育之恩的报答吧 林先生还没从儿子是金圈太子爷的震惊中回过神 说话都在接吧 林 凌晨啊 你出息了 对了 这是你妹妹苏苏 前段时间我们从福利院收养的 是个懂事又可怜的孩子 多亏了苏苏托院长把平安所交给你 不然我们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呢 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前世的悲剧重演 林氏夫妇认回亲生儿子后会觉得我多余 没想到林太太一语道破其中观俏 自从收养了苏苏 这日子是越过越舒心 你爸中了彩票 现在我们一家人也团聚了 林晨 你可要好好对你妹妹 顾林晨蹲下身子跟我平视 把一个包装精美的大袋子递到我眼前 苏苏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两只爱马仕的儿童包 限量版的洋娃娃 三瓶香那儿的香水 哦 还有一辆麦巴赫的钥匙 等你长大考过驾照 随时找我提车 两辈子以来 我终于体验到了有钱人的生活 简直毫无人性 我热泪盈眶 谢谢哥哥 顾林晨大手一挥 以后你就跟爸妈一起 住进我新买的别墅吧 我顿了顿 摇头道 哥 我有件事情没做完 还不能离开周家 八 晚宴结束 京圈太子爷顾林晨 跟其亲生父母相认的消息 登上热搜 热度居高不下 我独自回到周家别墅 正巧撞见周云海 在气急败坏地摔东西 林晨阳竟然是顾林晨的亲生父亲 以前你在家里 可没少刁难他们夫妻俩 本来顾林晨就死咬着周氏不放 万一他们再以告状 你说 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林敏青愤愤不平 却只敢小声反驳 刁难他们你也有份吧 当初你雇佣这两人的时候 怎么没把他们的身份调查清楚呢 周云海随手拿起一个茶杯 朝林敏青治过去 你还狡辩 我这些天忙的焦头烂额 你在家里竟给我找事 狗咬狗的场面是我最乐意看到的 但热闹没看多久 林敏青就注意了站在门口的我 哟 这不是苏苏吗 他的语气是显而易见的幸灾乐祸 林晨阳去过好日子了 没带你一起吗 我如他所想 捂着脸小声唾气 顾凌晨说他不承认我这个妹妹 先生 夫人 我无家可归了 你们能再收留我一段时间吗 周云海还在气头上 撕去那张伪善的假面 挥手感人 赶快滚 我们不是你的父母 没有抚养你的义务 他永远是这样 伤人趋利避害的特性 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求助般望着林敏青 我会做饭 洗衣 我很能干的 夫人 让我留下吧 林敏青居高临下地屁腻着我 酥酥 我都开始心疼你了 怎么每次都被抛弃啊 嘴上说着心疼 他嘴角都要咧到耳根了 显然 我的悲惨令他心情愉悦 老公 留下他吧 就当是免费保姆了 林敏青说 最近顾凌晨对周氏步步紧逼 别让他打扰到我工作 周云海闲恶地看我一眼 转身进了屋 林敏青露出一个充满恶意的笑 干活去吧 可怜的小保姆 先把地板拖三遍 院子也打扫一下 做不完就没饭吃哦 林敏青对我的折腾变本加厉 我只是默默忍受 那天在劳斯莱斯舒适的座椅上 顾凌晨劝我 苏苏 我不知道你跟周云海夫妻有什么仇恨 但你只是个孩子 想报仇的话我会帮你 他说 周氏集团撑不了多久了 周氏一岛 周云海和林敏青自然从高处跌落神坛 我确实需要顾凌晨的帮助 这也是我费尽心机让自己被林家收养 让他们提前相认的原因 但这还不够 远远不够 林敏青两辈子施加在我身上的痛苦 我必须一分不落地还给他 周云海能做到首富的位置 洗钱 行贿 手上沾过人命 林敏青就更别提了 他就是个疯子 以前是周云海的秘书 自身小三上位 后来为了护住正宫地位 威逼赶跑过不少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最严重的一回 他撞见周云海在外乱搞 气急败坏之下 一包捅死了那个女人 还有嫁进周家的第二年 他和周云海私下找人代孕 结果孩子没生下来 烂人就该被连根拔起 顾灵晨沉默许久 最终摸摸我的头 苏苏 你很勇敢 就 顾灵晨忙活了两个月 以雷霆手段切断了周氏集团的资金链 吞并了周氏集团旗下所有子公司 我眼睁睁看着周云海的眉头越皱越紧 直到能夹死苍蝇 他如今的处境 像沙滩上搁浅的鱼 只能垂死挣扎 任人宰割 李敏青大约是害怕触眉头 大喊大叫骂我的次数都减少了 我努力扮演一个什么都不懂 只会干活的小孩 冬天悄然来临 在李敏青又一次让我用冷水手 洗他的高定礼服时 我表面答应 实则撞丝不经意间提起 我在福利院经常照顾小婴儿呢 先生 夫人 你们什么时候有了小孩 我也能帮忙照应 愁眉苦脸看文件的周云海 猛地抬起头 我提醒到他了 他工作也不处理了 转头质问李敏青 孩子呢 你不是说能怀上吗 当初信誓旦旦能一举得难 都这么久过去了 你的肚子为什么还是毫无动静 提到儿子 李敏青肉眼可见的慌了 我也不知道 对呀 不应该呀 明明明明明这个时候已经怀上了 周云海仿佛忽然找到了情绪发泄口 高高抬起手 给了李敏青一巴掌 都怪你 我他妈就不该相信你的话 现在不及儿子没怀上 就连公司也没有了 李敏青被打懵了 他原本也不是好惹的主 因为顾及着周云海首富的身份 才收敛了些 但如今周云海的财富早已不复当初 李敏青深吸一口气 口不择言道 生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你自己不行 娶了四个都生不出来 你还有脸怪我 周云海顿时占红了脸 臭婊子 你给我闭嘴 你不行 还不准我说 老娘偏要说 周云海是个不能生的废物 不配称之为男人 周云海双目通红 喘着粗气 像一头好斗的牛 李敏青 我他妈掐死你 李敏青不甘示弱 伸出指甲往他脸上挠 气急败坏的周云海 一拳砸在他脸上 鼻血喷涌而出 两人扭打在一起 十 战争平息后 周云海把我叫进了书房 苏苏啊 我想通了 当初在福利院就觉得 你这孩子很合眼人 如果不是李敏青那个婊子阻挠 你本该是我的养女 唉 我怎么才反应过来 林志阳收养你后 财运一路飞升 丢了二十多年的儿子 突然就找了 扫把星简直是对你的污蔑 大师说的对 你就是我命里的贵人啊 此时此刻 这个男人终于明白过来 从来都不是我需要他 而是他需要我 我想起上辈子 我唯一一次鼓起勇气 把手上的洞窗展示给他看 叶如着问他 下次 我可以用热水帮妈妈洗衣服吗 周云海头都没抬 不耐烦地挥手 走开 没看见我开会了吗 后来 李敏青给我买的巨额保险 被周云海发现 他也只是淡淡地嘱咐了一句 做得干净点 周云海领养我 只是因为我能给他带来好运 所以我们从来不是 能够面对面谈心的妇女 她一直是高高在上的 她觉得自己给了我好的生活条件 我就应该感恩戴德 我沉默了很久 久到周云海不耐烦地推我的肩膀 苏苏 你听见了没 我轻声对她说 已经太晚了 不晚 现在也还来得及呀 反正林志阳不要你了 明天我就去找她办过户手续 只要你成了我的养女 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我毫不犹豫打断她 不是所有人都配当父母 周云海 你只是为了你自己 周云海注视我片刻 把玩着桌上的敌手 扯出一个冷笑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苏苏 你不会以为 我在跟你商量吧 我面无表情 剩下的话 你还是去跟警察说吧 话音刚落 刺耳的警笛声划破天空 周云海吓得站不稳 跌跌撞撞跑到窗边 赫然对上楼下 西装笔挺的顾凌晨 幸灾乐祸的目光 他身边 还跟着两位身穿制服的警察 周云海故作镇定 我只是破产而已 凭什么抓网 难道没钱还犯法吗 顾凌晨双手还凶 没钱当然不犯法 但要是洗钱 行贿 杀人 代孕 那就不一定了 周云海指着他 你了半天 目自欲裂 不可能 你这是诽谤 我没做过的事 是不会承认的 我冲他扬扬手里的U盘 里面是周云海 和李敏青所有的犯罪证据 周先生 您不会真的以为 我是被抛弃 然后专程回来 求您收留的吧 这些天 我借着打扫卫生的名义 走遍了别墅里 每一个角落 而我想要的东西 就藏在周云海的导险箱里 我抚摸着手上的洞窗 和伴众活留下的老姐说道 周家就是个 吃人不涂骨头的牢笼 我又不傻 为什么要自投坟墓呢 十一 证据充足 周云海顺利扶法 狡猾如李敏青 早在警察来之前就跑路了 我彻底搬离周家别墅 李母得知我做的一切 紧紧抱住我 失声痛哭 苏苏 你还这么小 何必背负这么多 他们害怕 我被周氏夫妇影响 留下心理阴影 尽管我多次表示自己没问题 还是请了知名心理医生 为我疏导 为了让我受到更好的教育 顾灵晨把我送进贵族学院读书 正式上学前一天 我的便宜哥哥 把一张银行卡甩在我身上 里面有一百万 如果花不完 出去别说你是我妹 哥 你是不是忘了 我今年只有13岁 法庭的判决下来 周云海恕罪并罚 被判处死刑 公安局发布了李敏青的通缉令 网络上议论纷纷 都说他有极大可能回来报复 林母给我买了电话手表 让我随时报平安 顾灵晨甚至开始着手 替我物色保镖 但没等保镖上岗 我就被绑架了 李敏青戴着帽子口罩 伪装成食堂的打饭阿姨 在我的饭菜里下了药 这个女人还是一如既往的疯癫 她沿用了上辈子害死我的方法 血红的跑车 在陡峭的山路上急迟 我被五花大绑 软绵绵倒在副架上 凭什么你成为 金圈太子爷的妹妹 过得风生水起 而我却一无所有 我的儿子去哪里了 为什么这辈子我没怀上 都是你客死我的儿子 你活该给他偿命 女人嗓音尖利 他半拖半拽着我 边走边骂 沿着山路攀到顶峰 等他气喘吁吁停下来休息 我用随身携带的小刀 悄悄划开了绳子 然后猛地扑过去 像一只脚尖的兔子 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 为防止拐卖事件再次发生 早在收养我的第二天 林太太就给我报了泰拳班 我一得空就去上课 这一年来 我的体魄和身手 都有了质的突破 接受过正规训练的13岁的孩子 对付一个娇弱的成年女人 着实不在话下 李敏青一脸着地 惊呼 你竟然还能 行动自如是吗 我迅速把他的双手捆在身后 吃笑出声 加了料的饭我根本没吃 我是故意被你绑到这儿的 我动动手腕 左右开弓给了他两巴掌 李敏青 如果我是你 重生后脑子里不会只有生孩子 和靠男人上位 你 你怎么知道 李敏青半边身子掉在悬崖边 他一瞬间醍醐灌顶 瞳孔放大 惊恐地瞪着我 难道你也重生了 我叹息一声 现在才知道 太晚了呀 原本我为你选的结局 是在监狱里度过一生 可你不知足 仍要置我于死地 那我就只能 亲手送你下地狱了 李敏青整个人抖路筛坑 不要 不要 苏苏 我是你的养母 我对你有养育针 我咧开嘴 露出一个天真无邪的笑容 猝不及防松开手 然后一眨不眨地盯着 他以极快的速度坠落 唇角弧度抑制不住地扩大 有的人重生 不过是为了再死一次 我把沾了血迹的小刀 和断裂的绳子 一并扔下去 深渊像个无底洞 凝视着我 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恶意 我按开电话手表 拨给妈妈 喂 妈妈 别担心了 我没事 出来爬山而已 十二 嘿 小孩 重生后反杀养母的滋味如何 刚挂掉电话 一道清悦的女生 猝不及防在我背后响起 少女看起来最多十八九岁 高马尾竖在头顶 灰色的道袍 松松垮垮记在身上 像是古代的江湖树士 他朝我眨眨眼 别紧张 我不会告发你的 我浑身戒备 盯着他分辨良久 你是小时候给我算过命的师傅 不过 我都长大了 他为什么看起来毫无变化 少女笑眯眯道 记性还不错吗 我叫初一 是个半调子道士 通过去小江来 专管世间不平视 很高兴跟你再见 大脑猛的一通 他的声音好像一个开关 带我找回了丢失的记忆 我想起前世 我拽着李敏青 一起跌下悬崖的那一刻 也曾听过这道女生 他叫得让人头疼 啊 还是来晚了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对不起啊小孩 都怪我嘴贱 呜呜 天机不可泄露 我就不该跟周云海说 他命令有大劫 这下好了 一环扣一环 他收养了你 导致你最终被他的妻子 李敏青害死 意识消失之前 我听到他一拍大腿 我想到了 不如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 可这样的话 按照规定 李敏青也得重生 小孩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是生是死 是福是祸 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我精一不定 所以是你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Dingo 我是来恭喜你的 初一搓搓手 你是我人类观察计划的 第一位实验者 总体效果还不错 虽然过程曲折 但结局大获成功 虽然听不懂 这个不着调的少女 在说什么 我还是朝他鞠了一躬 快下山吧 你的爸爸妈妈 还有你哥 他们都在等你呢 我走出去好远 还听见他的念叨 下一位实验者 选谁好呢